他们在台湾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就是除了歌唱好 而且他们在台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内地过去的人物 我感觉到还蛮骄傲的 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也可以借着他现在的超高忍气 让自己的火上一把了 所以我觉得 对不对 底下是不是也有很多他的粉丝 其实我们菲哥本身也是很棒的音乐人 对 我觉得我跟 今天是从幕后到台前来为了立成好朋友 因为我跟那个就是胡夏 其实还有我们那个陆哥哥 都是我估计粉丝都比较熟 因为我写微博的时候经常可能会提到 就是我们都经常在一块一块的人 这一路过来就是感觉到 很不容易 就谢谢大家 真的是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平时会有很多的机会跟胡夏一起 比如说练唱啊 或者是交唱之类的 今天唱张三的歌会有特别的表现吗 胡夏会怎么样 我昨天排练的时候就有点蛮特别的感觉 嗯 这个是因为他这一路比赛过来呢 我一直我一直感觉到就是说他还是会 他还是会有一些深色的青色的部分 嗯 然后通过这次回来机场接机 我觉得他好像一下子有点就开始 巨星风味 这有一点有点那个 王子气质 有点那个味道 哎做天王的好朋友好好 当天王在忙的时候 他可以当天王坐在那边一起陪我们 所以现在天王已经好了耶 天王好了 我们现在回到正常状态了 飞哥 下一段天王快吃 来有没有请胡夏 今天不会有个级吗 啊 你说我飞哥静一点吧 哦 哦 我没忘记了 他就是要喝 哦 好像 有点 啊 我们开始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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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要带你到处去奔向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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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哦 哦 跨下迷上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 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望一望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阳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 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